HELLO 各位朋友大早安 今天一大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常常出現在KT的直播影片裡面 這一台呢是去年才小改款的 Nissan的i-TIDA 跟前一代的Big TIDA 底盤上是共用的 只有在外觀上做一些小改款 引擎、底盤都還是跟上一代的Big TIDA一樣 這一台呢是1.6升NA的 然後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前面的話呢 其實跟我們常常在影片中跟大家介紹的 Big TIDA的避震器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 前面呢是用6公斤 後面的話是用3公斤 那今天的車高呢 也跟常常來捧場的車友們差不多 前面的話呢 會預計流大概到三指幅 後面的話也大概是兩指 接近三指幅左右 那這個是前陽角 前陽角的一些 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還有油管的 固定位置 這個都是跟原廠一樣 離載串的話呢 固定位置也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就沿用原來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阻尼油呢 一樣是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油封的部分呢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上座的話呢 KT的便器 這一台的話 是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那我們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這裡面的上座的軸層呢 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層 阻尼的段數 TIDA的話之前有詳細的影片 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很方便 它引擎室打開呢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軟硬調整 引擎室打開就可以 調整的到了 那大燈的部分 IT打跟TIDA也算是 改的地方還蠻多的 水箱護罩還有錢包改的都不太一樣了 走的更有一點修理修理風格 這是前面前面的避震器部分 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 IT打調整上 阻尼調整上也很方便 從維修孔呢 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地方有一個維修孔 它本來蓋上去的這樣子是這樣 用一個小椅子 把它撬開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做阻尼的調整 一樣是順時針呢 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這樣就變硬 這樣就變軟 所以也是從後行李箱打開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很方便 後面的桶身 跟便器的結構 它算是投意幣的系統 它會很早安 所以它的調整 車道的調整 是在這個地方 是靠HILO PE來調整 桶身呢 只是來配合彈簧的壓縮行程而已 那這樣的調整方式呢 最主要的秘訣就是 不要壓縮彈簧過多 所以調的太短的話呢 就一定會不好做 這個之前的 像類似的便器系統 都有跟大家介紹過了 就是最主要的調整秘技呢 就是桶身呢 千萬不要調的太短 調的太短一定不好做 而且桶身的鬆面會縮短 而且有異音 那這裡有一個 後替打專用的防塵套 它是做全罩式的 我們車降下來之後呢 它對桶身就能夠做 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它的防塵效果的話 會很好 那裡面的話 有一個反充饅頭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饅頭 防止它觸底 影響到那個便器的壽命 這個是另一個角度 所以它後面替打的菜裝 其實很簡單 就只有把輪胎拆掉之後 便器的下方還有上方的螺絲拆開 便器跟彈簧就能卸下來了 OK啦 OK的話就上開了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這裡有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 因為KT都有附上座了 所以原廠塞下來的東西呢 就都不用再使用 包含了這個是 它本來有一些上座的螺絲 也都不需要再使用 所以我們就再把它鎖回去 它本來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車還很新啦 因為這個車是去年 沒記錯的話 IT打是去年三四月的時候改款的 所以這個也是去年才交車的車 這避震器的狀況都還很好 原廠的避震器都還很好 現在已經都安裝好了 替打的話車友真的很捧場 我們也有實際的試乘車 所以很謝謝替打的車友那麼捧場 那這台車我們猜中的時間都大概40分鐘左右 也還蠻快的 因為說真的就就經常在猜水很熟悉 這個是1.6升 NA的 IT打一樣有跟Big T打一樣 有做動力比較大的版本是1.6渦輪 185P 如果有開這台車的車友 就建議要把CVT的保養里程要縮短 原廠是建議8到10萬公里 但是建議盡量縮短保養的里程 這台IT打去年才剛上市的 最近上市的 你上的KICK 這個應該也是會很熱賣的車重點 他的前面上座拆修很方便 這裡有一個維修孔把它打開之後 他的上座有三顆螺絲 兩顆螺絲是裸露在外面的 一顆螺絲呢 從這裡拆裝就可以了 比一代的T打更方便 一代的T打這些的試蓋都要拆掉 才有辦法拆得到裡面的那顆螺絲 BIG T打跟IT打之後呢 就改善這樣維修的狀況 就比較容易拆修不見氣 但是不論一代二代三代的T打 他的上座這裡的局部都會擠水 所以很多的車友都會在上面再加一個防水蓋 改裝的話就不用了 改裝的他的上座的軸層可以稍微有一點排水的功能 這個是前面的便器 本來的車高的話前面是大概五指幅左右 後面大概會快接近五指半 如果升級17吋的話 又是用2154-57外徑稍微小一點的規格 那車高感覺起來又會更高 因為2154-57的外徑呢 比原廠的規格還要更小一些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快接近60伏左右 好OK那今天的安裝差不多已經OK了 我們準備上輪要做微調 如果開同款車的車友呢 有興趣的話可以歡迎來視訊 那有問題的話也可以跟我們的粉絲團的私訊 聯繫 謝謝大家收看 現在我們要裝胎了 OK 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掰掰